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我们现在讲《大通放光残毁灭罪庄严成佛经》 这部经前面的上卷和中卷都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就是下卷了 我今天看了一下下卷也不算特别多 也不算特别少 本来想今年能不能讲完 很想今年讲完 但不知道我们下半年的课程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这样倒是看情况本身还有《冷眼镜》 《冷眼镜》我也今天看了一下 我们19年的10月22号讲的最后一堂课 我的笔记本上写明年再见结果明年没有见诚 然后今年是后年 后年也没有可能今年不一定能讲 我们看以后怎么样 因为《冷眼镜》确实讲得比较少 前面只讲了一点点 讲得不多 我们可能以后还要有机会发愿讲《冷眼镜》 还有《论语》也前面讲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可能有些法看看怎么样 我们希望每一个法都讲圆满 这次《圣大解脱经》大家听得也是很认真 然后我个人也是对照不同的版本 也对照藏文的版本 也给大家不算特别广 也不算特别虑 大概以这种方式来讲说 我想听者也是特别认真 然后还有我们这边也有一些记录给大家也做分享 也特别感谢他们 可能有些是因为我的语言各方面不一定完全明白 但是有一些文字上的提供那就比较容易嘛 这样的话 我们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全力以赴地创造各种因缘 听闻这样的大乘佛法 学习这样的大乘佛法是至关重要 对每个人来讲确实人生是非常非常难得 而且这样难得的人生也会可能 当然到一定的时候会出现无常的 所以说我们还没有来到无常大王之前的话 我们能学习或者圆满这部法师每一个人的希望 我也是可能最大的希望我们通过这些大乘佛法 每一个人的心有一些改变吧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也喜欢得灌顶 得一些密法的窍诀 也是很重要 确实得灌顶和密法很重要 我想今年很多道友也有这个机会 我也尽量地给大家创造这样的因缘 但我从某种意义上看如果没有好好地修行 就是光是今天这边去 明天那边去得灌顶的话 可能也不一定有特别大的意义 我们经常在这里有一些木匠 也是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也在说 我们这里有些人特别喜欢到处去灌顶 到底他们修不修啊 听说有一些人也在这样说 所以确实修行很重要 如果没有修的话 得灌顶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还有更重要的话应该通过听闻来学习大乘经论的意义 这个是更重要 很多人都可能表面上看 这个并不是特别的重视 听听课的话 听也可以 不听也可以 然后如果有个灌顶 我非得要得 但是你如果没有很好的修行 可能得了多少多少的灌顶 也许在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行为不如法 修行不堪能 最后不一定是成功的 所以历代的大德们也是特别重视我们的闻思 有些大德也是说 我们灌顶 只是先大家收集的一种缘起而已 实际上这个传法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个人也是在生命当中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事上 希望在座的各位也是听不管是什么样的法 不管你听什么样的法一定要三十三种 哪怕是中间遇到再大的困难尽量不要断传承 还有对每一堂课都要认真 我们有一种习惯性是什么呢 刚开始接一步法的时候很认真的 然后慢慢放松下来 这叫做华智仁波切所谓的闻思磕毒吧 水里面有一种语叫磕毒 青蛙的前端叫磕毒 所以他的头很大 尾巴很小的 所以我们闻思如果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有意乐 包括一些参考的书都准备 都准备慢慢慢慢不关心不重视也不好 所以大家应该很认真地去领会去闻思 接下来我们就讲下卷 也就是说大同梵光忏悔灭罪庄严佛经的话 下卷这个时候说 而是释迦牟尼佛因形象菩萨为一切众生和自己问诸佛名号 上卷当中释迦牟尼佛因为依靠形象菩萨提一些问题 也就是说形象菩萨是为了一切众生和为了他自己个人问了诸佛的名号 还有就问了诸佛的名号 然后佛也是说十方世界中所有这些佛的名号 还有十二部经还有大乘僧众的名号 这个前面的商品当中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福于大师四字后下面佛陀准备什么呢 就开始发出四字后所谓的四字后是什么样呢 就是命决定所 因为下面这个下卷主要讲最了义的第三段法论的一些 非常深深的决定意义 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关于世俗方面的诸佛菩萨的名号 极致经障这方面的道理 那从这一章开始也就是说这一卷开始 就开始讲了佛陀最了义最深深的法 那这个叫做四字后那四字后是什么呢 就是决定所决定所的话就是非常了义的 最究竟的 最靠近诗相的这样的意义就是决定所 那所谓的决定所是什么呢 决定所则明知如来 常住不灭 福所众生 并改为福 福持的福就是凡福的福 福所众生 尽有福祥 他这里接下来过后开始说 佛陀给众生宣说了决定所 最了义的法 决定所是明知如来 常住不灭 第一个主要说就像《暴行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佛永远也没有灭得 我们凡夫人和世间人面前 佛有涅槃 佛有灭度 这样的 但实际上其实佛不生不灭的 这个道理一般的人也很难以懂得 大家都认为佛陀已经遭遇十天涅槃了 大家都这样认为 但实际上真正佛的实相 他如来无有生命 这一点《灵花莲花经》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佛说众生皆有佛心 那么我们所有的众生都具有如来藏 具有佛心 我们表面上看起了如来不灭 常性不灭 还有一切众生皆有佛心 这两个是很简单的 但实际上这样的如来似后决定说 一般我们世间的文学家也好 科学家也好 理论学家 不一定能说得出来 这一点我们现有的这些 世间上所有的名著 论典都可以看出来 他们可以研究 或者说他们可以宣说整个万世万物的现象 万世万物的本质 这些都可以说 但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具有如来藏的这个道理的话 我们《古经》中文也好 或者《从古道经》的 所有的这些智者学者们能说的都有多少 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 佛陀这个常性不灭的道理 这些理论学家们说的多少 看起来好像这两句是很简单的 如来决定说 这个是我们可能 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的话 我们自己看这个经典的话 这个一下就读过去了 没有什么 这个决定说 如来没有什么的 但实际上你好好地思维的话 确实是每一个众生都具有如来藏的这个道理非常重要 像《佛藏经》 《报信论》这些当中才讲得比较清楚 而且这些也是没有善知识的引导的话 我们依靠自己的自力来很难以通达的 因此《大乘仪仗》当中也讲 大乘仪仗当中也讲 中买得美 不得于有 如是一切 佛心也二 然后福音福果 心不改骨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以前经常说中度的毒 是吧 中度的毒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同类的因 可以同类的法可以产生的 就像麦子的话 它可以产生麦子 那麦子不可能产生青蛤 刀 这些不可能的 同样的道理 佛心也有这个规律 我们众生叫做佛因 这个佛因最后可以产生佛果 那这个心永远也不改 所以我们每一个众生 其实将来有成佛的希望 具有如来藏 正因为我们有如来藏的原因 我们的智慧有无尽的这种暴藏 这一点我们可能大家都应该清楚 比如说 你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样 你读语言的时候多少个国家的语言学都可以能学 然后你知识的话 不管什么知识都可以学 其实我们有开发的智慧应该是有的 只不过有没有这方面的营养而已 所以说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第一个 刚才讲的第一个如来之后 决定说佛心不灭 第二个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 然后这样的话 天母不畏 这个藏文当中有些版本里面 盖为天母不畏 外道归附故 所以叫做明四字后 因为刚才讲到这样的道理的时候 世间当中所有的天母他们都害怕 所有佛教之外的外道他们也是不得不皈依 不得不相互 这也是如来四后的一种威力 确实我们在任何的魔众面前如果一所如来藏的法门 一所了一的法门他们也是无极可乘的 然后所有的外道实际上是 他们可能在另外一些简单的道理方面会说一些 但其实刚才讲的一样佛心在这些方面 我们这个佛道只有它的特点 正因为这样 佛说《普遥经》当中也是说 譬如狮子猴诸小虫不举 然后徜徉狮子猴相互外衣血 这个意思就是说像狮子猴一发出来的时候 外面包括小虫 动物这些非常害怕恐惧 同样的道理就是佛陀宣说四次猴的时候 能降伏其他的各种学派 这一点我们并不是自占回他 所以现在如来的四后生在全世界所有的学说当中去传扬 真正能攻击他 真正能推翻他的有多少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观察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已经讲到了如来的四后生 大家一定要知道 其实如来四后生在《涅槃经》当中 也专门有一个四字猴菩萨品 专门讲也是最了义的如来藏的语品 这个方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看 那么佛陀刚才不是讲了 讲了诸佛菩萨的名号以后 就讲了这么短短的这几句 那么如是显索一 如是藏文当中宣说 但也可以吧 这个有不同的有点不同版本 但是宣说也可以吧 显索一 那么这样宣说以后出广长寺 这个前面就讲出广长寺 然后蝙覆三千大千世纪 因为佛陀这样宣说了这么甚深的如来四后生之后 那么佛陀就出广长寺 然后蝙覆三千大千世纪 那么这个时候一切的世界出现六种震动 那六种震动是什么呢 六种震动者实际上是动用蝙覆 用起来 也可以说是高吧 上身的意思 然后摩的话就下 意思是动上 然后蝙下 然后蝙用动摩 蓝用背摩 背用难摩 还有重用边摩 边用重摩 它这个用色就像波浪一样生起来 然后摩的话就开始阴摩下去 其实六种震动的话 你看东南西北和中和变有这样的六种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佛陀出广长色相 可能我们有些人觉得佛陀这样说完了以后 马上出现一种这样的舍头 遍满整个大千世界 这是很多人可能 尤其是现代的人来讲 有点难以接受 但这个记得在《大智度论》当中 《大智度论》当中也是有 《大智度论》里面有很多的问和答 问的时候说佛陀本来是有尊严的 壮重的 这个时候他突然出色陀 出色陀有点轻薄 不壮严 有这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回答的说是 那么这个因为难以理解的 难以相信的 难以了解的 这些人为了通达 能进一步地相信 这么一个目的 才佛陀出现这样的神变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呢 比如说以前按照婆罗门的说法 婆罗门如果不说妄语的话 婆罗门的说法当中 他的色陀可以接触到鼻子 说明这个人的话不会说妄语的 他们有这样的 如果佛陀的整个色陀便于整个自己的所有面目 那婆罗门马上相信 百分之百 他不会说妄语 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问 佛陀整个面部也是可以变满面部的 还有三千大千世界的 这是什么原因的话呢 那这是不同的人面前实现的 比如说有一些人 整个佛陀的色陀便于自己的面部 他能起一些小的信心 起小些人 如果整个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话 那他的相续当中生起大的信心 这样的必要 还有问 如果遍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话 很难大家都能看得到 为什么大家都能看得到呢 比如说 我们可能出色陀的话 在场的人可能看得到的 但是佛陀出现的这么多三千大千众生 当时有缘的众生能看到的原因是什么呢 实际上只是说是依靠佛理 胜理 如果没有依靠胜理的话 那实地菩萨不一定能见到 如果依靠胜理的话 连旁生也能看得到这样的现象 所以胜理也是不可思议 在这里 我们要懂得什么呢 懂得佛陀出广场寺的话 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必要 一方面当时印度有很多婆罗门的人 按照他们的习惯也确实是 如果色头比较大一点 那他们觉得这个人的真实语可靠性 通过这样的一种习惯进一步地让无量的众生对他产生信心 否则佛陀这么庄严的人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舍头 可能有些人按照现在人的一些想法 也许可能不一定能接受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话不一定当时不能接受 我们不能接受的话其他众生也能接受 而且依靠这种方式 能很多众生产生信心 这个是我们前面讲出广场色相的道理 还有我们刚才讲六种震动 当然有不同的经论当中 有不同的说法 但这里面主要六种震动实际上是 一般的凡夫众生根本不能发现 否则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好像是出现大地震一样的 我们都可能特别害怕 我们晚上下冰雹打雷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 所以佛陀现实这样的身边可能很恐惧的 但一般凡夫人根本不知道 一而在摇篮里面摇动的时候 他自己都不觉得很舒服的 就那样的 而且这样的出现实际上是让主要的 有天眼的菩萨和这些能发现 还有让天魔 外道 这些产生恐惧性 还有当时凡事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所有众生 看为法器等等有很多很多的必要 还有其他的《华严经》这些经》当中说是 这些六种震动一般众生不觉不知 他们都根本不会知道的 所以所谓的六种震动这是佛菩萨的境界当中的一种想 实际上我们凡夫众生也不用害怕 不然你看东边上来西边就下去 哇 大家很害怕的一会儿又开始西边上来了 然后东边又下去的话 可能整个世界都有很恐怖的现象 但这些都是没有的 这个以前也讲过 当时佛陀刚刚说了这么了以甚深的法之后 为了调化众生出现这样的一种景象 那么这个时候服从舍根 这里加上一个服从吧 又从舍根放大光明 大光铺照 然后大光铺照 因为刚才出现六种震动 还有色根就开始放光明 放大光明的话 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整个娑婆世界和世间当中无常转为常的 因为清净的刹土不像我们现在的众生一样 一会儿快乐 一会儿痛苦 一会儿开心 一会儿不开心 或者说今天天气好 明天天气不好 不是这样的 全部都是像极乐世界一样 所有的世界常有的 然后不清净 痛苦 转为快乐 然后无名转为明觉 我们无名烦恼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变成有智慧的 所以这个我们最了解的就是《常乐我经》 《宝学年》里面所讲到的那样 当时佛陀这样大转发轮的时候 整个世界就变成了这样的《常乐我经》非常清净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时候佛陀的光所编造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山林 山林国土 江河大海还有铁尾山 山川 以及一切的地狱高下都是非常的平整 也是非常的清净 因为诸佛菩萨的身边实现的时候 整个世界就能出现这样的清净 就像《闻魔积经》里面跟《逻辑法王》和舍利子之间的辩论 就是那个时候一样的整个世界变成这样的清净 没有灰恶 没有灰恶 主要是心方面的整个没有灰恶 那么全部像犹如东方清净庄严的满月世界 这个《满月世界》《涅槃经》当中也是讲到 《涅槃经》当中讲到无生国土的时候 就讲到非常的壮丽 平等 西方的极乐世界和东方的满月世界一样 《涅槃经》当中也是讲过 还有我们的《佛名号经》里面也是说 那么满月无有佛 就是他祈祷当中 那么满月世界无有佛 无有有处的佛 好像汉地有个别的一些高僧大道说 这个满月世界是东方流离世界 也有这样的说法但具体有没有什么依据呢 不是特别清楚凡是整个现在的娑婆世界 当时相当于是大家都共同看到的 共同能平常的变成什么呢 变成东方的满月世界一样的 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们以前古代的时候 当时也没有什么网络也没有什么信息的传递 如果以讲这样的非常出向深恶的道理 可能大家都半信半疑 现在我们不说佛的胜利吧 依靠网络的力量有的变成没有 没有的变成有 然后整个超越很多世界的一些景象都能看得到 听得到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在信息时代一方面很好的 就是因为依靠这些难以想象的动力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每天都是生活在什么呢 有一种比较虚无缥缈的世界当中 他自己也可以创造很多新的世界和新的众生 然后在网络上他就去打仗也好 交朋友也好 各种各样的看得到 听得到 想象当中也是可以的 还有我们的一些小说 电影 尤其是现在的好多动画片这些 真的可以创造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一些景象 也能看得到 也能看得到 包括我们对东西方世界之间的沟通等等 有一部分是我们可以的 当然有个别的话可能现在有些国家的一些国防部的部长 他们都说现在将来的世界与世界之间的 各种不可思议的一些景象 唯有从宗教的书里面可以了解 其实现在确实也可以说 我们佛教当中 这么多年前都是已经讲到了不可思议的世界 不可思议的各种各样的神变现象 所以可能以前没有这些设备 没有这些平台的时候 古人当时封闭在一个特别狭窄的世界当中 那个时候一说的话 很难相信的 我想现在人应该是比古人来说 在摩西上面应该是比较开放 而且他思维也可以能接受 有空间的 佛陀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 有时候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电影 不同的电视里面 也讲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世界 不可思议的国土 不可思议的众生的业力等等这些 当时确实是依靠佛这样转大法轮的威力和缘起 这个原因整个世界都变成了 像东方清净庄严的漫月世界一样 大家都是变成有目共睹这样的世界 我们讲到《维目积经》和《法华经》的时候 有时候依靠佛的加持力 周围的人都看到世界的真相 都看到多少多少万以外的世界佛的刹土 包括佛和菩萨的这种景象 这些也是能看得到的 佛的力量是这样的不可思议 那么这个时候还有很多现象 所以释迦牟尼佛开始这个时候分身 化现出特别多的化身 有个别的化身从空中化下来 佛的化身就像讲下华语一样的 然后上面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的 各种各样的化身就开始出现 然后有一部分从地里面化出来 就像是什么云雾一样 用云 涌现出的云雾 大家都知道 这个雾和云在地里面就开始出来嘛 所以有些是像雨水一样化现加下来 然后有些像屋一样下面出现 最后整个虚空的话连一点空间都没有 全部是遍满佛的化现了 见无空处 没有空间全是密密麻麻的 像芝麻打开 打开芝麻般的 有些生气死地的修法当中讲的 整个空间就像我们有时候下大学的时候 整个空间都是雪花飘扬 一直没有什么其他的空间一样的 全部都是佛的化现 那么世事佛的化现一口同一 那个时候佛的所有这么多的佛的化身都以口同声说 以口同声说什么呢 就是结言都说如来 长行不灭 然后所住众生 皆有佛行 有些里面写的是 皆有佛行 还有这个说 病云 但病云是古德版本里面说是 说一切法 皆归于空 这里面稍微给几个字 也就是说刚才结言如来 长行不灭 说住众生 皆有佛行 说一切法 皆归于空 然后 万行因果 皆归一场 这个是我看到这里面有大概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问题 这个四个问题今天我们讲《圣大解脱经》的种种之种 应该是最深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记住 有时候我们学一部经典 学一部论典 最中心的思想没有了我到的话 别人问《圣大解脱经》里面讲什么 啊 好像有诸佛菩萨的名字 好像有那么佛达呀 那么达玛呀 除此之外 什么都记不住 我觉得很可惜的 因为当时佛陀这么多的化现在空中 遍满虚空 然后大家一口同声地说 说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刚才前面也说了 说是一切如来常行不灭 常住不灭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道理 这个是大家 因为我刚才也讲了 我们可能现在世间的任何一个言说家 都不一定能说出来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那么多书 那么多书里面如来常住不灭的谁敢说 谁会说 谁知道这个道理 这个应该很清楚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诸众生 说众生极有佛性 我们前面也讲了 所有的这些 哪怕是蚂蚁和驴蚁以上的 所有的这些众生 大大小小的众生 都有成佛的种子 都有如来藏 都有佛性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说一切法皆归于旷 包括如来藏也好 包括佛性也好 所有一切的法最终还是它的本性是归于空性的 没有一个常住不便的法 包括圣子如来藏也好 它的本性也是空性的 这是第三个重要的法 第四个 万行因果皆归于常 所有的六度万行也好 所有的这些因法和果法 全部 佛陀所说的 那么多六度万行的各种各样的因果法门 最终归于旧经一场 没有三成 没有旧经一场 没有的 最终最了解的旧经一场 这是第四个了 所以这个我想今天大家都是应该要自己记住 就像我们以前有时候讲到 一个佛经里面最主要的法就是净化的思想 大家也记住 为什么《圣道净土经》有那么大的功德呢 其实他这里主要讲到可以这么说吧 第三传法论和第二传法论的旧经思想 你看刚才如来常住不灭和众生皆有复兴 第三传法论最究竟的意思 一切法归于空性这个也是第二传法论的究竟 让万行因果归于一场的话 也可以说第三传法论或者第二传法论都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个法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佛陀发现这么多的佛 然后他们出现传法论的话其实这个道理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真正明白了这几句话的道理 我想这个人的见解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了 包括他的修行真正明白这样 当然这个道理要明白的话我想可能最主要 我们这个宝行论还是要学好你看佛的长行不灭的话 宝行论当中也讲得很好的 众生皆有佛行也是这样的 万法空行的话可能是讲中观里面讲好 究竟一程也是《宝行论》当中讲得很好 所以《宝行论》也确实很重要 我也讲《宝行论》的时候也跟大家说 希望以后我们的道友们有机会的时候 应该给大家讲讲 现在我们的很多众生是真的很可怜的 连自己具有佛行的道理都不懂 三有三宝 恶有恶宝在名言当中这些都不懂 一切万法在究竟一意上面是空行的 究竟一传的这个道理也不懂 每天都是为了名声 为了这种名声 世间八法一直活着 活得也是很累 一辈子当中做的许许多多事情 最后也一无所获 很多众生是真的很可怜的 所以我们学到这些法以后 至少自己的相续有所改变 不然我想我们自己都没有什么目的 每天都很饿地这样待着的话 你可以这样过下去 但是实际上意义不是很大的 每个人求学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而求学的过程当中你得到的这种收获 一定要学得深一点 学得踏实一点 如果你自己有特别强烈的感触 这种感触以后分享给众生也是有起到作用的 如果你自己学的时候也没有品尝到 没有感受到 只不过在听法的行业当中呆着而已 下课的时候也是开开心心地回去了 上课的时候哭哭啼啼地来了 在听课的时候麻麻糊糊地坐着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一个多小时很快就完成了 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但是如果你特别有一种难得的心 哪怕是一节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难得 像是确实很难得的这样的心来记住的话 那以后应该不管是利益众生也好 自己修行都会有意义的我觉得这些法应该是 如果没有人说的话你可以度下去就没有什么的 但是你要好好地思维的话 的确在这个经当中讲的这部法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时候众生见到这个 然后佛陀说完这个话以后忽然就不见了 刚才那个不是有特别多的上上下下来的这些佛呢 把这个法轮转完了以后突然就不见了 显现身边一样的确实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之间释迦牟尼佛坐在这个法座上 当时这个时候一切大众见到佛的华山 就是借见华佛 所有的人见到的这些都知道是释迦牟尼佛的未胜利 释迦牟尼佛就像赐佛一样显现这样的身边威力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佛陀这样的实现 这样的实现有时候众生佛陀的威力 转法轮 你看前面的这些偈颂那么多众生已经得到解脱了 其实他们得到解脱的词就是这么几句话 他们都已经有些是得阿罗汉 有些是得福生法人 有些是得其他的依赖不赖和预留过的 而我们不但是没有得什么过反而没啥感觉 有时候我们众生还是很可怜的 因为当时可能佛陀说的有一种加持力 但是这个文字也许是没有什么不增不见的 除了这个以外当时也没有什么 如果我们当时在场也许我们也得无声法人 这个时候所有的观众当中 有四十恒河沙数的菩萨得无声法人 有八万个声闻开始发大乘的阿罗多罗善妙三菩提心 十千个 也是一万吧 比丘得了阿罗汉果位 然后一万八千个比丘尼得到阿罗汉果 意思是布莱果嘛 四亿尤婆侍得到了斯陀汉果 斯陀汉果是依赖果 然后十一个尤婆尼得到的许多贩果 好像人数是女众多 但是得的都比较低一点 你看 一万个比丘嘛 他得到全部阿罗汉果位 然后一万八千个比丘尼得到布莱果位 然后尤婆射也是四一个尤婆射得到依赖果 然后尤婆射也是十万 人十亿 以前可能女众比较多一点 男众比较少一点 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五两个天人得了法院金 还有自己得到宿命通 知识宿命 知有为法皆有无常 那个时候因为自己得到了这样的金法院 所有的这些有为法都是通达无常的 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在闻思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一种 就莫弗仁波切在跟《亚舍格西》的辩论书当中也讲 因地的时候 我们包括在有学地的时候也有比较相同的一些定解 就像说 比如说他们有无量的天人他得到了金法院 就是那个时候肯定是得无常观应该很好的 但我们现在修的时候也要有无常观 无常观 我个人觉得我的无常观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看我们的坎波坎波也好好多人平时在说话和言谈的时候 好像还不足够 有无常观的人平时在聊天也好 平时在说什么的时候 都随时都会出现有一种无常的观念 但我们这边好多人可能还要修无常 因为就像各种不同的修法前行当中讲 如果真正有了特别强烈的无常观 对世间法的念头会越来越少 出世间的修行就越来越精进了这个是很重要 我自己有时候想我的无常观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病好像染上的人多不多不知道 反正平时的时候大家都执着好像很常有的 其实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很无常的 一说明就没有了 在这个之前没有很好的修行的话确实无常 不管是春夏秋冬也好 万世万物也好 还有跟我们的亲朋好友也好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好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些建筑 今年就觉得这个是最坚实的 质量最好的 但明年也是出现各种无常的 所以我觉得当然境界比较高的无常 在这里讲的一样寿命通 无常这样的 但一般来讲我们修行的时候都应该观察自己 如果你相续当中有个很好的无常观 那可能修行方面应该会有进步的 如果无常观一点都没有的话 可能很多的世间法比较严重 这方面也再想一想 那么这个时候十字侯菩萨不是刚才佛陀已经讲了 十字侯的法论吗 他可能出现到了他的名字也叫十字侯菩萨 所以在卷宗当中 刚才佛陀说十字侯 我就是十字侯 他就开始出来了 十字侯菩萨的莫河沙从自己的祖殿上坐起 然后正义佛 这个例子是后能夹的 正义没有也可以 他就正义佛 然后开始顶礼佛祖 百佛言 十尊你上述所说的 闻了佛的名号也可以灭罪 闻了法的名号也可以灭罪 闻了僧众的名号也可以灭罪 那我问 后面可能有一个问号更好一点 这些佛法身三宝分别都可以灭罪的话 那是以佛力来灭罪呢 还是以法力来灭罪呢 是为胜利来灭罪 如果你说佛力来灭罪的话 那么我们只求佛力就可以了 不用法和胜 如果说是以法力来灭罪的话 那如其法力应求法 我们只求这个法就可以了 不需要佛和胜 如果你说用胜利灭罪的话 那么如其胜利 应求胜利 所以如果你说以僧众的力量 那我们只求这个僧众就可以 何须求善呢 他这里的问题也是比较那个吧 你上面说的是这个 因为前面佛法身三宝能灭除罪障 无始以来的 那这样到底是佛来灭罪 法来灭罪 生来灭罪 其中是哪一个 我们只求这个就可以 不需要 为什么求三宝呢 如上说 唯一一乘 还有你上面说的是唯有一乘 如果唯有一乘 那么众生也见到三乘 佛也说了三乘 何况众生也为什么不说或者不见到呢 如果你说究竟一乘 那众生为什么见到三乘 佛为什么说三乘 如果佛说三乘的话 那就更不用说众生了 众生也可以按照佛说的那样去行持 这个是一个他的问题 这个时候佛告诉世之后菩萨 摩佛萨说 善哉善哉善乱者 快闻如是 你这个非常好 非常好 你这个闻得特别痛快 闻得非常棒 非常好 就是这个快诗 前面我们有些经典当中也是说过吧 藏文当中也是这样的 你闻得非常好 你闻得太好了 他说为了利益众生 你就低听低听 我如今对你们分别宣说 佛陀开始准备宣说 其实按照《大智度论》的话 佛陀的回答有几种不同的回答 第一个叫做定大 他决定有意义的时候会回答的 叫定大 然后第二个分别意大 佛陀觉得哪些有意义的 哪些对众生有利的话 那就分别给他回答的 就这里是分别解说嘛 所以他应该有利的时候他不同地分别解说 还有一个就是梵文大 梵文大的话 可能佛陀问你 别人问的时候佛陀就用梵文 你觉得怎么样 就像现在有些明星和有些政治家和学者问的时候 他自己不方便问得很难 你觉得呢 那你说呢 你猜一猜啊 说明这叫做梵文大 他自己有时候不敢打或者有时候不方便打 这样的这也是一种方法 我们辩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就反过来对他问一句 也这样的 还有最后一个 智达 智达是放置 安置的智 那个智达的话 暂时智智不达 就像十四种无极法 这些的话 你给他回答也是对众生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智达一般都是不会回答的 这种情况 所以在这里 佛陀就分别给他们回答 那分别回答的时候怎么说的呢 不单单是佛理 刚才依靠佛法神三宝来灭罪的话 不单单是佛理来灭罪的 也不单单是法理来灭罪的 也不单单是什么呢 是生理来灭罪的 那是什么来灭罪呢 皆是众理 也就是说 依靠佛法神三宝的力量 综合集中起来可以灭罪的 它是一种因缘法 因为佛中有法 法中有神 佛法神三宝无理无合的 因此并不是没有佛的一个法理来灭罪 或者没有法的一个佛理来灭罪 可能这些都不现实的 因此说 皆是众理来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佛陀是众生的皈依处 也就是像父母一样的 菩萨僧众他是善知识 正明知识是善知识的意思 引导众生的引导者 这样迷路的众生如果有信物 自己可以沿离三界灵魂 依靠这样的信念 信念的力量多的话 就可以处理三界烦恼的大海 那要三界烦恼的大海 必须要放光大经典作为大传 所以这个是法 所以刚才佛中有法 法中有神 那么这三个因为佛是众生的皈依处 僧众没有的话 没有引导者 没有法的话 就像过大海的时候 没有船一样的 这三个缺一不可的 所以说这三宝都需要 要灭罪的时候都需要 那在这里说 下面这个佛法神到底是什么呢 佛即是法 法即是僧 僧即是无畏 无畏就是空性 下面最了解的佛法神三宝已经讲了 其实佛就是法 法的本性是僧众 菩萨的境界 僧众的本性就是无畏法 无畏法是空性的 无畏法是空性的 然后空有这样的 无畏空 幽畏空 内空 外空 大空 小空 都皈依在空当中 没有别的了 所以这里面刚才三宝的本体也是空性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任何佛法最究竟的意义 最后归于空性 《入中论》当中也是讲的嘛 如是光宣说十六空 空性也 妇女所为是 也许是大乘 整个我们先讲了十六空 然后归纳为四空 有始空 无始空 自信空和他信空吧 他最后宣说四空嘛 后来 科派里面有 好像颂词里面有没有 按照《般若经》的观点讲了二十种空嘛 其实这些有为法空也好 有始法空也好 无为法空也好 这些都是一个意思 所以最终三宝本体归于空性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们还是要懂得了空性的道理 佛法成三宝最后究竟的意义 就是十六空也好 二十空也好 四空也好 都是空方面没有什么差别 当然这个空并不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一样 单单是一个单空 不是这样的 佛陀说 三难兹 你所问的因求义 何需求善呢 这个道理三难兹应该由这样来回答 什么样的回答呢 比如有一个人他害怕虚空 然后到处去有心自己藏身不接触虚空 但是虚空没有的地方是没有的 不离虚空 这个是一个比喻 我们有些人害怕空性 害怕一些道理的话 你就想避讨 避讳的话那都没办法 一个人害怕虚空你到处去藏的话 那藏的地方都有虚空的就没有一个地方了 那同样的 三难兹 十方佛说的和我说的都是一样的 万三因缘 三宝三尘 不过有义 佛陀说是我说的也好 十方诸佛菩萨说的也好 凡是万三因缘也好 一切三宝和三尘都不超过义 都不过是异常也好 究竟空性也好 究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中间的这一段 赞文当中没有的 但汉文当中应该是有的 就是为初中后三 一切众生分别所三 十故名为一项三宝 当然字面上解释的话 不管是刚才三宝和三尘都是有初中后三嘛 三宝也是复发生三宝 初中后三也可以说 然后三尘也是初中后三 这些一切众生是分别所为三的 所以说一项三宝 其究竟一场的 但是《暴行论》里面讲的一样 有究竟三宝 暂时的三宝和究竟的三宝 《入冷言经》里面也是讲了 佛陀所说的法 一个叫做严所法 严所法主要讲的一些方典的法 然后还有一个叫如实法 如实法实际上是实相法 了义的法 所有两种 我说二种法 严教语如实 教法施凡夫 施为修行者 刚才佛陀他说的法有两种 一个是严教法 或者是严教法 一个是如实法 前面的严教法实际上是主要为凡夫众生而宣说的 然后后面的如实法主要是为修行者 可能修行者指的是圣者吧 为他们说的 因为给他们讲一些实相的 讲修行的圣神道理他们可以能接受 所以刚才中间的这一段是藏文当中是没有 我没有来得及敦华尼门 敦华尼门好像应该是有的 因为下卷基本上三文和现在的版本没有很大的出入 有个别家的地方我们就盖过来了 所以初中后三也是为众生宣说的三种 因此可以叫一向三宝 一向三宝就像我们究竟的时候只有皈依佛宝 暂时就有三宝一样 可能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十字侯菩萨他说是三哉三哉 菩萨对如来也有时候可以说三哉三哉 我们一般来讲如来对菩萨说三哉三哉 但今天十字侯菩萨比较傲慢 他说对如来说三哉三哉如是身家 唯以九知 你这样说的话我早就已经知道了 只不过唯诸众生 问此如是 我是为了利益而明知顾问的 他还是比较不错的了 那就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吧 好